還沒訂閱的朋友快點訂閱跟開啟小鈴鐺 看完影片如果喜歡的話 也記得幫我按讚留言還有分享喔 歡迎收看匿名聊 今天的主題是初戀 不知道網友們的初戀呢有什麼精彩的故事呢 那請問你今天是來幹嘛的 沒有錯啦 今天這個主題真的找不到人分享 所以今天是打算我來分享我的初戀故事 有人想聽嗎 你要插嘴 你對初戀的定義是什麼 我自己來講的話我會覺得 第一次喜歡上一個人感覺就算已經初戀了 就是你情鬥初開 你開始知道喜歡這個感覺 這個感情的時候就已經算初戀了 可是我以前真的一直都覺得是 就是第一個在一起的那段感情 才叫初戀 可是是因為後來長大都是東看西看 然後發現 長大的定義好像都不太一樣 因為有些人第一次喜歡的人就算初戀了 然後我才覺得有點 喔好吧好啦也給你算啦 我有些朋友是說他們覺得就是 刻骨明星的記憶深處的那種感情 才算是初戀 因為不然有些人可能 幼稚園就跟人家在一起 我幼稚園也有人家 跟我求婚啦 蛤 你目前的題目有看到 不要做傻事啊後悔了嗎 花蓮縣叉叉幼稚園皮卡丘班的女同學 我一直記得這段婚約 欸我幼稚園也有很奇怪的事欸 就是幼稚園不會睡睡袋嗎 就我記得我幼稚園好像就有喜歡 包裝最高然後長得蠻帥的 妳是最高 幼稚園最高 有說100公分 搬上圍椅會破百的同學 有一次午休的時候 就大家不是那個睡那個睡袋嗎 然後他就直接就是 撲到我睡袋上面 我幼稚園就被睡袋冬了欸 醒來就有點像 他怎麼在上面這樣子 他怎麼在上面 但我有夢境是後來他有幹嘛 好像是沒有就好像 不知道怎麼跑到我睡袋的這邊啦 欸還是有親我 好像有偷親我欸 就是好像有 因為太久了 欸我幼稚園也有被偷親過 我覺得那個 Jump Doe來說就不算初玩 而且說不定這只是我的舞蹈的一個夢 搞不好 搞不好是你的幻想 但我就覺得回想起來好像蠻可愛 就是被睡袋冬 可是妳那個時候就已經知道說 自己是喜歡他嗎 我就不確定那時候喜歡 就只是會 因為你知道一個嗎 你就會特別注意到那個男生 因為小時候不懂 你就看到他就長得特別好看 或是他比較高什麼 就小時候的那種 就你看到漂亮的東西 你會被吸引那種感覺 就像小時候的男生 永遠是喜歡坐隔壁座的女生 就是你可能第一次坐隔壁座 然後你們關係會稍微好一點 然後你就會開始覺得說 他是不是喜歡我 或者是說 我是不是喜歡他 欸我想到我會 小時候什麼過 我想會比較被吸引 是班上功課好的男生 就真的文質彬彬的 櫻桃小雯子的班長類型嗎 王偉嗎 對 王偉 不要眼睛成圈圈啦 然後跟他那個接吻我都暈了 那你們初戀的定義呢 你們兩個好在一起嗎 我覺得他的觀念跟我很像 因為我本來就是覺得是 初戀是只戀愛這件事 包括我也是覺得要講好才算在一起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沒有講清楚 一部分可能會遇到那個渣男 也有可能是渣女 另一部分是有時候真的是誤會 就是我其實沒有覺得我們已經在一起 然後你覺得我們已經在一起了 就是要不要進下一步啊 或是做什麼事 會不會有時候定義就不太一樣 或是我其實根本就沒有要給你機會啊 可能是你有點製作多情 也有可能 對對對 也有可能 那導演的咧 我是覺得喜歡 第一次心跳的時候 你說你生出來的時候 好嗎 還是你爸跟你媽著床的時候 因為你通常可能在一起的第一段 不一定是兩情相悅啊 你可能是就是各有蒙作 或是一個衝動 就覺得說啊他跟我告白 然後我就說啊好 就是反而那一段 對你來說可能不一定是戀情 因為我一直會覺得 第一次先喜歡人 會比第一次在一起還要早 可是你的意思是 可能第一次在一起 你都還沒有真正的 覺得自己喜歡過一個人 可能直到第二次第三次 你才真的喜歡 真的很喜歡一個人 然後那個才算熟練 是這個意思嗎 我覺得是 我覺得這又是一個新的定義 就是你在人生中 第一段被你認知為 好這是愛情 那一段才叫做出戀 因為有時候再小一點的喜歡 又不算是真的喜歡 就是比較沒那麼成熟的喜歡 如果要用這個來說的話 我初戀要換人 初戀發生在國一 對方高一 網路上認識在一起一年 因為當時我非常非常單純 所以連第一次都給了 OMG 這個社會局要注意一下 不過我到現在 都不曾後悔過 甚至是慶幸是給了他 因為他對我很溫柔 處處以我為優先 也因為是遠距離 每次見面都是他來看我 後來意識到自己被他寵壞 對他態度越來越差 於是主動提了分手 這個男生沒有不好 他也對他很溫柔 對他是對他好的 國一是不是也算早 國一就談戀愛 我覺得蠻早 就會他在班上會很瞎趴 他會說 欸我有高中的 就跟學長啊 對啊 男友是高一的 他的那個想法 又反而好像 就是還蠻成熟 因為年紀小 可是他還意識到自己被寵壞 因為有時候被寵壞 這件事情 真的早熟 各方面都很早熟 對他各方面都超早熟的 我的現任是我的初戀 這有浪漫欸 所以他在一起多久 他沒有寫他幾歲啊 兩個月 兩個月 對待起兩個月 我的現任是我的初戀 那時候是高中的運動會 對於彈吉他自彈自唱的男生 真的很無法自拔 真的很讚 重點是個性好 什麼都好 也迷戀了他很久 心意他也一直都知道 點點點 可惜後來 我們沒有在一起 老師音樂請下 真的要點播一首 我們沒有在一起 阿米老師 真的 但就是你說的那種喜歡上 迷戀上 喜歡 可是說到迷戀這件事 我就覺得 就在那個不懂什麼是感情的年紀 就是其實我高中第一個有講好 是在一起的學長 那之前我是覺得 我是很迷戀他 因為他是籃球隊 然後我就覺得 就他各方面就是覺得很可愛啊 高高帥帥 就是他個人性很勉腆可愛 然後我跟我同學就都很迷戀他 很喜歡 就是有點偶像的感覺 然後後來是有朋友介紹 就是我們後來就有在一起 就在一起以後 我就覺得 好像就怪怪 不知道哪裡怪怪的 就我就覺得我好像只是迷戀他 而不是那種感情的喜歡 有點像哥哥的感覺 然後就會突然覺得 好像真的要做什麼的時候 會有點不太自在 其實我後來就對他真的蠻不好意思的 就覺得說 好像有點搞砸人家的初戀那種感覺 可是有一種就是啊 我喜歡你一直都很完美的樣子 如果你喜歡我的話 你就不完美了 性單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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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能喜歡別人 然後別人不能喜歡他 我是沒有到這樣 但他太嚴重了 對 在一起之後 你對他一個完美的包袱 可能會有點幻滅 有可能 你會發現原來那麼帥氣的學長 你不會大便的 我是還沒有看到他大便到的程度 還沒到那種程度就幻滅了 我不是幻滅啊 我覺得不是幻滅 是有些人就是遠觀就好 就是你不要卸完他 對我就覺得 好像我沒有真的想要到 跟他有一些進階的發展 但我只是欣賞 對就覺得這個人很可愛 個性很好 什麼這些的 這是前景的初戀 對啊 還是要講完 沒有很刻骨銘心 可是就是一個成長的過程 那我要講我初戀的故事 因為那個我跟他是沒有在一起 我就是國中的時候很喜歡他 因為我是國三的時候才認識他 然後那時候就很喜歡嘛 就男生那時候就會覺得說 自己就是主角 你知道偶像去的男主角 自己生下來就是為了要追求他 然後就會很努力去做一些 很奇怪的事情 浪漫的事嗎 自以為浪漫的事情 像是什麼 因為我那時候是在上海念書 他住的地方跟學校離很遠 用台北來比喻的話 大概有一種是 他住淡水 然後他學校在東區 然後我可能是住在仙壯 然後那時候我就是還會說 因為他上高中以後他學校是住宿 然後我還去他家 幫他拿行李 然後陪他搭車到東區去 陪他進學校 然後再回到 再回你家這樣子 就是我可能整個行程會繞個 兩個三個小時 就只是我只是去幫他拿行李兒 你說是國中嗎 國二國三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確定自己是喜歡他 是我覺得說 我為他做很多改變 因為我一開始成績很爛 我國一國二的時候成績超爛 就是因為每個學期 考完是都會有那個校排名 放單 然後我都是從最後面那一頁 開始數會比較快 然後他永遠都是在第一頁 就是他是前三名那種 資優女學生 那時候上高中是要用考的 這要成績分享 然後因為我成績很爛 然後他成績很好 那時候我就想說 我一定要考到跟他同一個高中 然後再帥氣的告白 然後再跟他在一起 你這怎麼很像 你這是九把刀的故事 很像 這是那些年那個故事 我高中的時候看那些年 我就覺得 他一定偷看我的故事 沒有後來 我就很認真念 那時候真的是 因為我以前真的是不會念書的人 我還去求我妹 教她教我怎麼讀書 然後我會如果回到家很累 我就會把七八點就立刻去睡覺 然後調那種兩點起來開始寫作業讀書 然後我那時候成績就從 全面可能最後一頁 然後直接就爬到第一頁 可是也沒有跟他同期 但就是尾巴可能前五十名之類 但他還是在前三 兩頁 我就可能不小心考到一個 例如說新店 或者是松山那種國立高中 但是我還是沒有跟他上同一個學校 他去更好的 他就是去更好的 他一定是去那種頂尖的 對啊 可是那時候我就覺得 一直覺得說 我都這麼努力了 我應該要考到跟他一樣的學校吧 那時候真的很努力 然後結果我就落榜 就最後發家來成績 然後看田學校的時候 就真的很失望 就是發現原來努力 不一定真的會有回報 可是我沒考上我還告白了 可是我覺得我告白那時候超白癡 因為我沒有跟他說 我們交往吧 而且我沒有跟他說 我就只有跟他說我喜歡你 然後就沒有了 他又沒有回覆你嗎 他也沒有回覆 他就是 就是我們是講電話 我就跟他說你知道 就是我一直都很喜歡你 然後他就笑 他說他知道 然後我就很尷尬 我就不知道要怎麼繼續回講下去 後來講了什麼 然後我就掛掉 這就是我們就掛掉 然後之後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知道見面 可能都會一直很尷尬 但是我們一直沒有 再去把這件事講出來 真的是很 超級後悔的一件事情 我那時候完全沒有把這幾個字講出來 搞不好講出來就有機會了 可是如果我是這女生 我就會覺得 所以我們現在到底是什麼關係 對啊 我那個時候也在想到底是什麼關係 可能就那時候都還不夠成熟 就都一直沒有更進一步 那後來都還是有保持友好 還不錯 沒有這故事還有後續 因為後來我就回來台灣 然後我就回來 後來很遠 沒禮貌 還有我覺得這故事蠻精彩的 有有有 我在做效果而已 冰淇淋聲 對 來來來 後續怎麼了 然後後來我就回來台灣念書 然後因為隔很遠 就是他還在上海 然後在台灣我就覺得說 可能應該也沒機會了 然後就可能也有交女朋友後鋼 然後結果後來 生了病回來台灣要治療 然後就在台大醫院這樣子 然後我那時候 因為我回來台灣以後 是在淡水念高中 後來就是每天放學 都會跑去台大醫院看他 然後那個時候他是 需要做化療 頭髮剃光 然後打類固醇 應該是類似白血病的症狀 但我不確定是不是就是白血病 那個時候就是他頭髮剃光了 然後打類固醇身體會變很胖 然後就全身腫腫在那邊睡覺 然後我就坐在他旁邊看他 我就覺得說 我是不是可以這樣子 就等他一輩子 怎麼突然起雞皮疙瘩 那時候真的是這樣以為 後來才發現都是小孩子幻想 你現在是想說 怎麼可能 這是嗎 沒有啦 因為他後來 就我們一直保持友好的聯繫 但是 就都一直沒有突破 然後直到我大二的時候 然後他也上大學 然後我們突然間就有了聯絡 他那時候上大學 他也時間有多空了出來 然後那時候我上大二 就是開始 差不多是玩膩的時候 然後就想聊天聊一聊 我突然間又有一種說 我是不是可以趁這個機會 再跟他告白告嗎 再續前緣的感覺 然後我是有一點帶一種試探性 就是我覺得我們現在這樣也很不錯 我忘記直系是講什麼 反正我就暗示他說 我們可不可以有機會 然後他突然就跟我說 他現在有一個很喜歡的學長 然後他跟 感覺那個學長 你大概對他有一點感覺 突然間就釋懷你知道嗎 我怎麼是釋懷 我反而是釋懷 因為沒有遺憾的感覺 對啊 你需要有人把你那個 然後一直漲大的泡泡這樣 戳破 我也覺得是這樣 所以你的初戀就是到這邊結束 差不多是到這邊結束 你覺得你自己心裡就是放下到這邊 對 那也很長欸 四年多 沒有國三高一高二高三大一大二 就六年 六年 哎呀 那一天就是跟他聊完 那一整天我來講電話 我就講一講一講 掛掉以後 我就聽了整文 Someone like you 那裡面有一句歌詞就講得很好 就說 Never mind I will find someone like you 不用在意我會找到另外一個下一個人 但你不能再留在他的印子 一直找相識的人 但你那時候聽應該很有感觸 對啊 感動這樣 我覺得我故事應該要接在他的故事後面 跟我的有點像 當練時我做了很多不曾有的事 對啊 你剛在念的時候我就想說 當練的時候他做了很多不曾有的事 減肥成功 學習英文 學習游泳 三年初情侶拿全情 我很感謝江努力喜歡他的自己 欸 這也是我後來跟我初戀的那個女生 出社會以後一起吃飯的時候 我那時候就是白目就問他說 所以那個時候你到底有沒有考慮過嗎 然後他突然間就說 悠悠的說他覺得那個時候我喜歡的其實不是他 我只是喜歡努力的自己而已 所以他一直沒有戳破說 想要跟我在一起 然後我這邊要說 我喜歡你 哇 他在跳 那個時候啦 他還在跳這樣 那我要講一個很好笑 好 他說他的初戀 喜歡像別的女生還不講道理 拖了我一年的時間 之後分手 還把那個女生帶上校車棄舞 祝你一輩子不到160 I don't want 然後祝他不要再長高 祝他不要再長高 而且還帶上校車 代表應該是果刀中 這好殘暴喔 初戀男友邊告白邊拿他運動的毛巾打我 他剛運動完然後很緊張 這什麼意思 我喜歡你啦 你要跟我在一起啦 不要啦 其實還蠻可愛的 然後如果回答要他就這樣 直接勾過來 喔對 勾過來 很浪漫欸 蠻浪漫欸 只是上面都是泰奶的 好可怕 可是他說是男友 所以是代表話有在一起 對啊 說不定是男友 所以這一招有用 你還是學一下 不管哪一招都是先看好感 你好感為前提 昨天剛被爸媽抓包偷偷交往 被嚴重警告 我覺得應該是年紀滿小的粉絲 然後他就是說 警告他們不要現在談戀愛 可是你們會覺得說 小時候談戀愛真的不好嗎 我就覺得爸媽很愛說 就是長輩啊 或爸媽很愛說 就是你太年輕就談戀愛 你會受傷 你會不懂得保護自己 但我覺得只要前提是保護自己的身體 就是因為畢竟如果未成年 做任何是性交 可能會真的影響你的健康 對或者是你懷孕什麼 這真的是危險的 但撇除這些 如果你不會進階到那麼誇張的話 我覺得就是會受傷就是去受傷 不然如果你一直不交 然後你到大學或是出社會 才去受傷有比較好嗎 就那時候你反而根本沒有奔錢受傷 應該這麼說 我覺得小孩子是管不住的 對啊 你越跟他說得要不行 怎樣不行 他們越會去做 對啊 而且他會瞞著你 對 所以我就好好給他們一個正確的 衛教觀念 你確定你是不是喜歡他 你喜歡他你就跟他交往 對 那做愛要戴套 沒有啦 先不要 先不要做 年紀太小就還是先不要 這爸爸有點不OK 你以為我女兒我擔心一下 真的啊 但如果是我自己的小孩 我就會覺得 我一定要想辦法跟他變成朋友 至少他發生什麼事我可以知道 他如果都瞞著我 萬一他真的發生什麼事 我真的是沒有辦法幫助他 我覺得就不要硬去限制他們 因為真的遇到的就是遇到啦 我的初戀和我是班對 他跟我堂姐是好朋友 堂姐跟他們同屆 分手前就跟我堂姐 幾乎每節下課都在走 狼 曖昧 搭搭鬧鬧的 然後我超難過 我在座位上哭 他回來還問我在哭什麼東西 後來他跟我分手過兩天 就跟大家宣布說 要追我堂姐 這麼佩服啊 我現在正宗宣布 我要追隔壁二年八班的 誰誰誰這樣子 其實這樣蠻帥的 其實還蠻帥的 沒有這個潛女友的話 還蠻浪漫的 堂姐那邊可能是一個 很浪漫的故事 然後重點是後面說 沒追成功回來要跟我復合 然後中間過程就是一直重複 他找我復合 逆了跟我分手 然後我又超纯一直答應他復合 到最後我也心慈了 我們畢業了 我也決定跟他畢業了 終於 因為還在有走廊啊 班隊啊 真的是不就是 還在比較國高中的年紀嗎 他從國高中過 就是因為年紀還太小 他也不知道什麼是感性 他不知道怎樣會讓別人受傷啊 那個也是一種不成熟 雖然蠻雜的 以你長大後來看就蠻雜 可是如果在那個年紀 我給他一點點寬容度 他可能還不成熟 他不知道愛是什麼 沒有 可是如果是我前女友 然後他就可能去倒追我表弟好了 我一定會跟我表弟講說 我前女友多糟糕啊 而且你表弟真的是你表弟咧 對 欸 你這樣說也是咧 我們真的是表兄弟 我的初戀從大三開始 持續了十年 遠距離一個月見一次 中間還有一段時間 我人在國外 這個月我們女兒要滿一歲了 哇 好帥喔 我最喜歡這種故事 那我要講一個 也是我國中同學的故事 就是一個女生朋友跟我蠻好的 然後他跟他男朋友在一起也是 從國中開始在一起 在一起十年 你不要說他們分手 然後去年分手 有 我就知道 我再也不相信愛情了 我又知道你要說這個 他們經歷遠距離 然後各種 就從初戀開始 但是分拆在國外已經滿夠了 我覺得這種也是 也有可能 就是 看破不說破 不要把人家想成這樣 人家有可能就真的生 沒有啊 他們可能一定也有自己的協調方式 就各自有經歷過很多 不一定完全沒有分過 還是什麼的 生出來的女兒像他就不一樣 生出來的女兒像他 結果生出來的女兒像他 黑人 啊 換血了 生出來女兒換血了 好壞人家的感情 祝福他們 我的初戀是一位零號 當時我真的很認真的擔戀他 直到我第二次告白 他才跟我說他是零號 他對我的態度一直都沒有變 一直都對我很好 他是我的好姐妹 初戀變成閨蜜 這也不錯啊其實 就是昇華成友情 然後一直陪在身邊 但我還不知道愛情是什麼的時候 搬上最帥的男生向我高調表白 我天生腦袋不好 所以來不及反應 直接走過他 之後一直找不到單獨的機會 和他說話 因為我很怕生 結果搬上最漂亮的女生 因為喜歡那個男的 就一直去找那個男生 後來那個男生 改說他喜歡那個最漂亮的女生 我才發現我已經有點愛上那個男生 但已經來不及了 幾年前我再次碰到那個男生 我沒洗頭又沒打扮 只好再次走過他 好棒 後來發現他大學有女朋友結束 真的 真的是我們只是擦肩而過 各種遺憾的故事 而且他告白完 然後他直接走過人家 好沒禮貌 對啊 但是男的一定也會覺得 那我就放棄 又這麼絕了那樣子 希望那個男生的看到這則故事 可以理解一下 當時他不是故意的這樣 接下來這一則 有點長 他是有四段 有點太長 那我就講一下大概的重點 他單戀了一個人四年 然後雖然結果是失敗 但是他其中說了一段話 我覺得很理智 他說 我很慶幸能夠選擇勇敢和他表白 不管是因為想要給自己一個結果 又或者不想做一個情緒反反覆覆的人 然後現在的感覺比以前開心多了 雖然還在學習跟適應 如何跟他當朋友 我覺得很多人就是會害怕 跟不管是好朋友或是身邊相處很久的人 表白會覺得關係變質 然後可是你心裡又一直很糾結翻反覆覆 我自己的想法是如果你因為各種顧慮 然後沒有去嘗試 你就會惦記一輩子 你可能都會覺得那是一個遺憾 至少你表達那個心意 你出發點不一定要往成功那邊倒下 最後一則為你殺過一則社會新聞 靠北 在超上認識在一起十一年 卻在前陣子發現他自殺死了 原本以為只是失蹤的離開 這個好震撼喔 在一起十一年 嗯 在一起十一年 所以後來有分手吧 對啊不知道中間分手多久 可是一個陪伴你十一年的人 對你來說應該也是生命中很重要的人 殺死了好可惡 還是因為他就是分手過後 然後走不出去那種的嗎 這個好沉重 這結尾好沉重 這好沉重 但他就是結尾 總結下來就是初戀會讓大家特別印象深刻或刻骨銘心 其實就是因為通常他發生在不夠成熟的年紀 要嘛就是超級珍貴純純的愛 要嘛就是年少輕狂的不懂事 你今天聽完這些故事你有什麼心得嗎 初戀就是永遠只有一次 我覺得不要留任何遺憾 不管是經濟過是開心的還是受傷的 那都是你人生的養分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好 喜歡的話 請幫我們訂閱按讚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喔 拜拜 我們下次見 很沒默契 每次都這麼尷尬 可是初戀就是跟網路上 你們也有網戀過嗎 或是有聽過類似的故事 對啊公婆之類的 有時候只是為了遊戲裡面有福利 就是你要只有那個 兩人可以用什麼多的一些東西 就是獎勵什麼 可是我之前在RO上面有一個功啊 他對我也很好 我也沒有騙他 我一騙他就是我玩女角而已 你好過分喔 我也沒有跟他說我去當兵幹嘛 那時候是來國中 誰會講這種事情 他的過程除了 一塊有堂的故事 Kurk 有 學壞 有人 今天 有 有 偉